哎老板你好你好收裸钱吗收啊呃你帮我看一下这两张多少钱这两张这不是一脚跟那个这个普通的汽车吗 嗯多少钱你给我叫给我叫给你看一下你这个有点值啊手里面有好货啊有好货是吧那我给你看一下500多万能货500多万对500多万行我给你看一下 你这一份呢这个这个是普通的吗普通的你给我看不不不不不这个不是普通的这个这个叫14朵金花你这个这一枚给你1000块钱现在涨了 这老板懂货我对你你这个你直接拿出来就是好货呀你我一不懂货不能货不能看了你看到吗这个叫14朵金花从这里从这里数啊这里14朵金花这个叫知道吧之前我们前一段时间说了是500还是800这样子现在涨了涨了是吧对现在涨了这个能给你一毛的一毛只多钱这个能给你1000一脚的一脚的又喝你这个是仔细看啊仔细看啊你这是你这是 跳王冠啊你这个跳王冠这一枚给你老板2202可以吧总货可以可以啊你是不是看我们视频来的对对对我看你们这个视频这个给的挺高的了是吧那这个222啊现在涨了现在涨了啊来来来拿好货来手里面看一下100米你看值不值500万 一板币值不值500万好好开价啊行行行好好开价了一板币呦这都是小面值的小面值的对小面值的不值多少钱呀这个我又大面值的你在下面看啊啊这个50元的铁路啊这个给你2万块钱2万块钱啊多少钱2万2万这 现在涨这么多了一板币啊你知道吧嗯你也十元多钱十元呢十元呢十元呢没有那么高十元呢给你8000吧8000啊800080008000一枚也可以行你这都是一板币你看这个怎么回事你这个 一千的这个这是啥啊这是这个一千的我给你这样吗一千的我给你 三万五多少钱三万五这都两万了你看我一千你这个不是不是50元的你这个一千元咱不能按面值来呀你按面值来的你按面值来的话十块钱给你十块钱了是不是三万五三万五 等会再看嘛是不是行行行来来一个一个看啊嗯仔细好好开价好不好这一块的一块的给你五千五千啊五千这这个这可以这可以吧这面就可以这个 这二十元呢给你给你六千块钱六千啊六千这都一板币对这一板币的这个叫 耕田是吧啊对这个五这个五块你这张够多钱这五块的这五块的给你给你二十差不多给你给你五千多啊五千多五块的对这这还是五块的这五块的翻船是吧嗯对这都五千多啊这都五千多五千几啊老板你了五千八五千八都给你按五千八好吧行行行等一下我自己列个单子哦这是这是一个 这个矿场啊矿场与这个 与驴子是吧这个五十元呢这个这个这个好这个少一点这给你两万两万啊这个两万好吧不对老板我手里边是五十五百多万的货你快可算一样五百万你先等一等吧 老板你先等一等这个一百元呢这一百元这个 这个这个啥这个给你二十万 这这张这么值钱对这张二十万这少这个咱们物以细为为咱有有啥说啥是不是你可以对问啊这个好好开价这个红轮船有这个红轮船红轮船贵这个给你三十五三十五万三十五万行吗行行行三十五万行你这都是好货这个五十的这个五十的红色的也贵 这给你也给你三十五吧三十五万三十五万这十元的十元的工农 十元的工农不值多少钱给你一万块钱这个十块的一万块钱这个十块的有代表性的这个十块知道吧行行行行行然后你这个啥这是 这三百的三百的大串金这太旧了这给你两百两百块钱啊两百块钱 这这这这种这种这种就不值钱你看这新的你给我三百多你看这个新的给你五百也别说三百了可以可以然后我说炭黑啊 炭黑炭黑这个也给你按五百走行吧是吧还有一个一个这个啥大团结大团结整套的啊整套的五四的五零一这个给你五万吧 万块钱你要按普通的话就整不了那么多五万你如果这个有点低了吧老板五万块钱不低了 真的这五万块钱不低了看看十价了吧看十价十价十价啊十价实在价给你 六万块钱六万行吗六万块钱对一口加六万行了吧还有没有货你这五百万不够啊老板这两张 来来来来货在里面啊 你说吧这个我告诉你不可能有这这这个这个这个好这个这面这五样五万了吧这给你这给你 两百六两百六十万两百六十万这个 两百六十万可以吧行行行可以这给你两百六你这个五万元的面值啊行然后你这个五千的五千的这个大桥对 这个五千的给你 给你五十吧给你五十万五十万啊行吗不对了这差不多了 你你这个价格两百多千加起来差不多可以差不多了差不多了知道吧你先给我列个单子吧好了行我给你列个单子我走我等会给你转账你把那个账号给我一下行行吧 我给你那个我给你个账号好吧行行行那我收了啊行行行下次有好货再拿来好吧好好行行好 你好老板哎你好呃我这个你看这个我前前几年我爸买的然后现在不是手里缺钱要要盖个房子你就是给我看一下现在能哦要盖房子 要把以前玩的老纸币出手是吧啊那行啊你看一下能给哎呦你这这个是四百的这总共是三组吧啊这是三百哎呦行行行那我给你移 慢慢看一下吧老纸币每一张他都价格都不一样的行那你像你这个是四版的荧光之王绿油灵 呃这四版里边所有荧光之王啊因为四版比玩荧光玩荧光皮笼比较多像这个绿油灵 呃也是四版荧光最好的一张叫称为荧光之王而且你这个还是个暴躁三个妖 那这一张能给多少钱那像这一张就给你那那那也厉害了那这张能做到八百八百块钱一张对对对你要普通的 对吧老板人家都给我一千那一千到不了啊你一千放心到不了fw罐的呃你也不是dt罐的dg罐一张都到两千了 哦是吧那我记得我家里好像有有整刀的dt罐那厉害那整刀dt厉害了你给dt的给我800是吧 dg的是手挖罐那一张的小链前面了行行行这个800就800这个fw罐的而且是报道不是报道八百都到不了行行行行这个是四版的十块的8010元这个是我爸托他的朋友配了好长时间才配到的这个配了好长时间单配的吗单配自己评的是吧 啊也不是他自己评吗他朋友就是做这个的啊从朋友手里拿的呗意思对对对 呃你这个是报道三没报道三个一到三个零啊我看了三个一三个二中间三个三四五六七八九那都带啊第一张不少 那像这个四版的8010块的报道号十张的话这一套能做到五千块钱五千块钱对对对 一张一张对对的8010应该在五百你要单买没有那么贵啊你单买一张也都在三百多你套装不一样套装不一样啊你要单拎出来一张也就你要就卖这一张的话就三百多行行行对吧在在一套里面给你能做到五千块钱一套五千啊因为套装也是比较难配的行 呦这个是三版的啊对三版的也有两组三版的五角的也是报道号吗都是哎呀都挺漂亮啊 号码改说不说那像这个这是三版的纺织五角这个是不是没有比十元的要贵点嗯贵不也贵不多因为五角咋说呢纺织五角一张 如果是报道号的话一张现在也带六百多那你这个能给你九百一九千块钱对行行行行我这没想到我爸说他说这些就就这个呃因为这三百币你想的七二年的七二年五角三百币也是比较 他说就值一万多块钱啊呃九千目前也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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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能收这这个真真心没想到啊九千我们这边能收这是意外之起啊呦你这个厉害了这个是链钢啊这个叫链钢这个叫链钢然后也是三百币中比较翘的一个呃一个品啊链钢五块的呃 这张这张能给多少钱这一张这个这个是五块那个十块哎呀这不能按照那个算啊这个厉害这一张能给你开到一千二一千二对真的假的一千二一万二十张报套你要知道你这是十张报套你要带我开人那句话说一张话的话你要就单独卖一张 也就七八百块钱行行行明白吧哦那也就七八百块钱按套装走的话按套装走对因为啥你中间如果插一张你都卖不了高价哦明白吧就这这道理有点通俗的这个真是像你这种能给你做到一万二那行到时候我将你那个低低罐到时候我给你低低罐可以啊低低罐现在比较少啊低低罐是六二六那手挖罐一一张都现在就小两千块钱了这种整刀的给多少钱这种 这种整刀的一百张的话你手里还有刀户吗有有有那这种等刀的那就大几万了哦那这个也要看你的品项啊你不过你这个你现在这一万二是吧啊一万二然后九千然后呢是五千对加八百那等会就过行行我给你这给你简单数一下等一下我给你写个单子啊我们去财务把账领结一下行行可以吧行麻烦老板啊可以 长按视频下方的点赞给我强烈推荐快来试试吧 长按视频下方的点赞给我打开